第四個 也是一個比較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沒盡到責任 比如說家庭來講 都應該要工作賺錢 第五個 是比較好和積得 但是另外一方太軟弱 另外一方太強 有點像你強人當家 然後這個先生叫做七管炎 得了七管炎 太太管先生管的炎 當然這也不是很好的 然後這個就是改變太大了 改變太大呢 他就脫離了那個最好的狀態 就放棄了彼此的相處 可惜 然後我們的 這個橫掛 就是教我們維持和諧的關係 怎麼樣恰到好處 怎麼樣能夠有高尚的平德 辯解 能夠恨久相處 然後處在一個最好的狀態 然後最後日以盡生 建構一個幸福相庭 好 我們這一關就到這裡 好 先停 好 先停 好